會去韓國旅遊一個月 除了首爾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啊 想看紅葉或者黃葉 在首爾的話 哪裡有得看呢 沒時間去京畿島 有人問現在韓國是不是已經變了很多 沒東西走 進餐廳有沒有打針要求 那有沒有地方是跟男生來 男生不會覺得悶的呢 男生就會不喜歡虛有其表的東西 但其實當你去韓國比較鄉郊 或者是燈山的時候 你體驗不到韓國人那種人情味 你是會更加對這個國家加分的 The point of no return When you feel like you've had in love There's an angel sings And a voice of 大家好 我是金鈴 自從開放了0加3之後 就陸續收到很多觀眾問我來韓國 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所以昨天我在IG開了一個關於韓國旅遊的Q&A 收集了大家的問題 這次來拍片一次過解答大家 那如果你問我什麼時候來韓國是最佳的時機 我會回答你是 因為現在的匯率是近六七年來最高最高的 根據我剛才看這個transferwise上面的表 現在今天的匯率是去到 那這個數字是前幾天開始我們已經是爆震驚的了 因為之前是一七幾已經覺得很高 因為以前說我們來韓國的時候 是一五幾一四幾都試過 無論你是shopping還是叫炸雞 全部都有八折這樣 所以是超級划算的 我們一年最期待的季節就是秋天了 雖然春天都很漂亮的有櫻花 但現在有很漂亮的紅葉啦 銀杏體啦 所以一開放了第一時間 我就很推薦大家一定要來韓國玩的 首先解決了幾個基本的問題先 以我昨天看這個新聞所知 現在的入境程序就是不需要要求你打了針的 韓國現在不論在國內或者國外完成接種 還是未接種者都是免除七天的隔離 而到步的時候都要做一個八萬瓦的PCR Test 但是因為這些政策經常都會變 所以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是連那個PCR Test都不用 第二樣東西想釐清的就是其實五月的時候 韓國已經解除了戶外口罩令 好像是八月的時候才看到香港媒體在那裡說 韓國可以戶外除口罩 但其實五月的時候就已經可以戶外除口罩了 只不過最近那個再解除一層 就是戶外的任何一些體育賽事 Music Festival的時候 都可以不用戶口罩 這個規定就是最近才實行的 而大家看到我 哇 穿了長袖是不是很冷啊 絕對不是 其實現在的韓國天氣 跟那麼多年前都是沒有變過的 入秋的時候其實穿薄長袖就OK 因為秋天其實都是溫差比較大 日後有陽光的時候 我前幾天都是穿背心穿短袖很熱的 但是去到晚上一定會有一點點涼爽的 但是那種涼爽未去到入骨的 所以其實一定要戶外拖 一件針織的卡迪巾 牛仔外套 或者是薄的乾濕外套 其實都已經很夠了 但是如果你說11月底的話 那就當然會再冷一點 因為11月底其實就已經開始冬天了 還有大家不要忽視韓國的春天 我曾經試過春天來的時候 是冷到死 春天那種冷都是挺入骨的 所以反而秋天這種冷或者這種涼爽是舒服的 第三個最多人問的問題 當然是現在來著秋天 有人問 韓國11月底來的紅葉會不會下了 這個就要看今年的紅葉預報 今年202年韓國的風紅預測期 看哪裏最快紅先就是雪岳山那邊 雪岳山那邊最早開始就是9月29號 高峰期是10月21號 但是紅葉大概預測了高峰期那一天 一兩個星期之後就會全部掉了 所以其實現在預測首爾的高峰期是10月30號的話 那你預11月中其實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11月底的話應該就看不到了 就是會見到吐了的樹 然後有人問 Cashbee和T-money有什麼分別 還有Cashbee可不可以在地鐵的機上增值 還是去便利店呢 其實以前Cashbee就是某些地方才用的 但是其實現在全國這兩張卡都是一樣可以用的 Cashbee一樣都可以在地鐵站的增值機那裡增值 或者是便利店增值都OK的 那來到一些景點推介呢 我就叫他一齊來和我分享 因為有一些是我自己私心推介 有些是他去推介 一個韓國人推介給大家的 那大家也可以用來參考一下 剛剛Cashbee和MaiB 原來Cashbee是地鐵站在地鐵站上才用的 對,我剛剛說了 原來的名字是MaiB Cashbee真是以前韓國某些地方用的一張卡 就是慶尚度用的卡 即是他家鄉 Cashbee以前的名字叫做MaiB 好,然後有人就問生日去哪裡慶祝 那我自己也有幾個貨 我以前媽媽來韓國慶祝生日的時候 我就曾經帶過他去 Modun Sesanghe Modun 忘記了英文名叫什麼了 就是這一間 那他就在羽耳島IFC那裡 就可以看到整個首爾的景 很漂亮的 而且他性價比都挺高的 因為他其實一個Costa Pasta 可能人均我想5-7萬W 而且那裡也不難預約 也有帶過媽媽去一些看到韓國view的餐廳 那其實沿著韓國附近有很多很漂亮的餐廳 你可以打 就可以去到一些看到韓國景的餐廳 但是今年來到2012年 有什麼新的Find Dine餐廳推介呢 就是最難預約的Kuchi在尼泰苑的這間餐廳 它是全世界第四間的Find Dine餐廳 所以很多人都為了這個儀式感 特意要去尼泰苑這一間的Kuchi餐廳打卡 但是這一間餐廳 它就是每一個月才開放 那個月可以預約的時間 就是說你10月不可以預約11月或者12月的時段 那我這個月其實就很成功地預約到 因為很多人會取消 所以其實你時不時去reflash一下 都其實容易預約到的 不過就貴很多了 大概是人均20萬won 就是可能一千多元吃到一餐 這個連結我都放在下面 還有呢 其實我也準備了會去拍vlog的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我之後的vlog介紹 Find Dine餐廳 Family餐廳 Find Dine餐廳 但是它就個人推介Paris Croissant這間蛋糕店 那裡面就有一個他很推介的蛋糕 如果你喜歡吃士多啤梨呢 那就對了 裡面的士多啤梨蛋糕是很好吃的 它自己個人推 最推薦哪個月份去韓國 其實我覺得是 因為韓國的四季是很分明的 冬天雖然真的會很冷 但是你可以滑雪 所以我真的很難說 哪個季節應該來 但是如果你說我個人自己喜歡 最舒服的天氣 當然是秋天或者是春天 這些比較沒有那麼冬 又沒有那麼熱的天氣 但是如果你喜歡滑雪的話 一定要冬天來 入餐廳有沒有打針要求 是沒有的 首爾做頭髮推介PLEASE 我有拍過很多 關於首爾Salon的片 那些通常都是江南 但是如果你說連鎖那些 Juno那些反而我覺得 一般般有少少參差 有人問現在韓國是不是已經變了很多 沒有東西走 當然不是 其實明洞可能就有很多 我們熟悉的店收拾了 但是其實現在新的店 都是陸續這樣開 反而是本地旅遊都很旺盛 所以就有很多新的店 就是一個大洗牌 牌藥流強 只是受觀光客歡迎的店舖就會收拾了 但是有些韓國人喜歡的店舖 依然是非常之多人去的 譬如說明洞裡面 最具歷史的 河東館和明洞餃子都還在 這兩間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米之間餐廳 價錢又不貴 而且很好吃的 所以去明洞 其實一定要試明洞餃子 因為它有一個刀上面吃 而河東館就是吃很好吃的牛肉湯飯 這兩間在明洞都有 因為如果你是去我之前推介的一間明洞酒店 就是一間在明洞翻新的精品酒店 它裡面有一個很漂亮的肉池 如果去那間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這裡附近吃早餐 而明洞多不多東西走呢 其實可能它就沒有以前那麼密集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一下樓就有東西買的話 我就比較推薦去弘大的那裡住 弘大現在是超級多人 還有呢 還有 個人運用的家庭是很難的 但是這間延遇到 大企業人們 好像套餐和百花店 這樣做 真的 購物很喜歡購物 而且在 浩東館裡面呢 有很多潮牌買的 所以不是只有一些 luxury brand 那裡連接著地鐵 而且不受天月影響 裡面又是一個 以大型森林為主題的一個百貨公司 同時可以給18架英尼車通過 所以其實它的路是比平時寬敞了 裡面沒有那麼 commercial 沒有那麼密集 走得很舒服 這些地方呢 都是在疫情期間出現了的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擔心 沒有東西走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問題 其實三玉碎吃不吃 但是獨自吃不吃 但是最近 在韓國 烹飽是大型的 所以 如果自己的眼睛也不見 其他人也不看 其實我的經驗 以前你說一個人遊客 去到吃烤肉的地方 其實你跟他說點二人份 我也曾經試過一個人吃烤肉 所以其實有些地方是比的 但是如果是一些 你看到他已經是很繁忙的店 那我就比較不敢去打擾別人 他都知道你 涼未必會吃很多 感覺會有一點看別人的顏色 那我就不會去這些地方 但是你經過見到 OK 沒有什麼人 午餐時間的時間 你都想吃一下 其實是OK的 如果你一個人的話 也可以叫外賣 那怎樣叫外賣 我最近做了一個 預約和翻譯的服務 提供給香港朋友 如果你來韓國 需要找人翻譯 或者是需要預約一些餐廳 需要預約拍照 或者是personal color test 那都可以通過我去預約 我自己是set up了一個 小小的平台 完全離韓國 不需要擔心有語言的問題 然後呢 除了一個人來之外 有很多人都是跟男朋友來 那有沒有一些地方是跟男生來 男生是不會覺得悶的呢 我也知道女生很喜歡韓國 但是男朋友未必很喜歡韓國 通常男生都是喜歡日本多一些 其實因為幸好我男朋友是韓國人 那其實他就有提供很多solution 給男士們 男生喜歡打機的話 是可以一試一下去韓國的網吧 剛才呢 韓國是一個全球網速最快的地方 他就說呢 有些外國人是會 非常之沉迷去韓國的網吧 因為服務很正 又有得點餐 打機又很舒服又很快 那所以呢 其實他自己就覺得 如果是喜歡打機的男生 就可以去韓國的網吧 但是這個活動 就不可以跟另一輩一起進行 那有什麼地方是可以跟女朋友一起去的呢 女人也喜歡玩遊戲 VR 也可以在弘大 訂一些有英文版的圖出物室的 男生有什麼風格 對 男生的風格 如果是女生的話 男的咖啡也有 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有些男生是喜歡去咖啡 那其實去韓國的咖啡就OK啦 如果想要一些比較specific 針對性的旅遊建議 也可以歡迎留意我們這個預約和翻譯服務 那我們就會有專人詳細解答大家的問題 廣場市場也去過的話 時間會很快 是啊 如果是喜歡吃東西的男生的話 如果男生喜歡吃壽司 其實可以吃韓國的壽司 或者是奧馬卡社 韓國的魚山呢 一定要吃比木魚 韓國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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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廣泛有繁殖的魚 所以這些是比較安全的 有CP值高 就算吃便宜的 都不會比較怕吃到不乾淨 或者不好的 但是有些魚呢 就要特別留意了 首先是生魚 韓國的魚 韓國的魚 很相似的魚 那些魚 就要注意到 那些魚 也要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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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魚 也要注意到 我自此吃火鍋 也要注意到 會去韓國旅遊一個月 除了首爾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啊 我非常喜歡 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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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行? 還有什麼都不吃 就只要留著 花椒和這些東西都拿著 《韓拉丹登購》 所以下面的Aizen都買了 一萬二萬元就買了 衣服上Aizen就直接穿上去 可以穿上去 其實我覺得 這些挺好的體驗是因為 你平時來首爾的咖啡店 你不會感受到 特別是你跟男朋友過來 男生就會不喜歡這些 好像只有虛有其表的東西 就是只有一個漂亮字 好像沒有什麼內涵的 但是其實當你去韓國比較 鄉郊或者是這些燈衫的時候 你看不到韓國人的那種人情味 你是會更加對這個國家加分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撇除這些這麼商業的活動 大家如果有一兩天時間 可以去一下郊外 而且同業的時候 真的一定要去雪岳山 我自己都一個人 什麼裝備都沒有這樣登上去 其實都不難 我聽說 有些很喜歡行山的人 其實每年都會來韓國行山的 韓國的山真的有他自己的魅力在 韓國山的山管理很精彩 其他人都會有 在其他國家 可能會有雲 有雲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雲 雲 也沒有雲 如果我看到就有雲 但是 雲 雲 雲 想看紅葉或者黃葉 在首葉的話 哪裡有得看呢 沒有時間去京畿島 不過最方便的推薦 而且拍照出來有多漂亮的話 第一個我就會推薦 在景福宮旁邊那條銀吞路 都是很漂亮的 或者是 附閣山、印王山那邊 那邊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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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路通那邊 那邊有短風 那邊就結束了 那邊那邊 那邊有石化城 也許可以去 對 那邊真的冬天 真的冬天 去年我拍了一些片 就是去石波亭看紅葉的 都在首葉裡面 非常之近的福宮 其實那個庭園 就連接著那個美術館 因為那個票是包了你的美術館 其實都可以慢慢看完一些藝品 再上去韓屋的庭園 而且那裡不是很大的 就不用行山那麼辛苦 反而你去到京異道那些 就真的很大 我覺得這個好處 你的首葉 你一天都可以踩幾個店 所以這個地方 看一看推薦給大家 以上大概就是2011年 來韓國的基本需支 美食的推薦 大家也可以留意之後的影片 還有如果需要韓國的包車 預約 或者翻譯服務 都可以留意我下面的連結 填好了之後 我們就會有專人聯絡 幫你去做一些 需要用韓文溝通的一些服務 那我們Facebook、Instagram 還有下部影片再見 Bye Bye 神經病 我們台灣的那種語言 November November 為什麼November 什麼 蟹跟蟹都沒有 November 所以那時候要去登山 November 這個機器只有韓國人才聽得懂 做甚麼 你可以說